簡燈娃又係 又係簡燈娃 歡迎來到12月17號我們的聖誕節大概半喔 那我們來看看聖誕節改了什麼鬼東西吧 首先我們的明日暖暖啊 噗噗中望啊 這是聖誕節一次強勢推出了兩套實裝啊 一套是我們的活動點長喔 這套全白的實裝 只有在活動限時抽獎才抽到那屬於一個 呃... 白白內紅的套裝 然後這是傳說中的吊帶絲襪嗎 嗯 非常不錯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紅色這套喔 看起來顏色配色鮮艷很多啦 那整體來說也是有個不錯的美貝喔 那喜歡的話自己買起來 再來是我們的雪原入民禮盒 這個禮盒裡面除了有我們的點長實裝 純白實裝之外 還有我們三套危險重化的異色版實裝 首先是我們的粉紅色實裝 再來是我們的純白色實裝啊 嘴罩我好想要喔 這個就是白色的小蘿莉嗎 這個我可以啊 這個我OK 那再過來還有我們的危險重化天空藍啊 配上藍色的小外套也不錯 那這個東西 有興趣的自己抽啊 簡單窮啊 抽不齊了 那另外還有我們的雪人大賽喔 那採集戰鬥以及區域行動可以獲得雪團 前往下列地圖堆雪人 在每日的兩洞洞洞至兩兩洞洞啊 這裡的地圖會天降禮盒喔 那這個東西大家基本上是可以先往多趴數的地圖啊 先把它堆滿就好了 那這邊多雪人可以獲得獎勵 還算可以啦 免費的獎勵來說已經算不錯了喔 好 遊興趣的記得趕快去多雪人 堆完之後八點記得去捷禮盒 簡單又明瞭好不好 那相對實際上 這邊有一堆新的家具喔 還有我們兩個新的聖誕節料理啊 這兩個料理目前還不知道製作方式喔 那這兩個料理是可以填在我們的料理圖鋪裡面喔 所以有需要的話可以去查一下製作方式看能不能直接製作 那也可以來增加我們的土埔收藏量 再過了我們冰雪幻境的家具禮盒 裡面的家具算還不錯 不過有一點非常神奇的是它的壁紙啊 一個壁紙竟然可以抵四千金條啊 如果是我個人的話我會選擇四千金條啊 我是不會去換壁紙啊 最後一次的瓦片跟磚牆是非常非常貴 因為瓦片算是比較少出屋的壁紙喔 所以這次應該是有要評價天花板的瓦片的話 這個壁紙算是還不錯的選擇啊 那一般窮人家我們就換金條就好啦 再過了我們特匯禮包 現在有限時三點八折的東西特匯禮包 那這個還不錯 除了給聖誕學弟 聊天框之外殘業給六百也有只要九百八太陽 算一千太陽買這些東西 個人覺得CP值還算高啦 有需要的話可以把它全部買起來 那我們每日禮包這邊的比值大約是六十六太陽比四十產業 整體CP值也不算太低啊 這個有要買的話可以直接買起來 直接買起來 那這個一次購買七天禮包是怎樣 七天全部都給你啊 只要四百五啊 連算都幫你算好啦 你可以全部買七天啦 只要四百五啊 那這個的話就簡單簡直啦 有需要花就給它買起來好不好 四百五買七天一線大概才算起來 才七十塊啊 那整體來說CP值滿高的 就是騙你花錢啦 太邪惡了這遊戲 我不要被騙 我絕對不要被騙 那這個東西啊 你們如果有預算要花錢當寶月的話 四百五我是覺得還OK啦 因為這些產業啊 金條換起來基本上不會太差 好 再過來是我們的夾具 介紹我們的造學機 不過這個是展示品啊 不知道實際的造學 不然會有多大 其餘的夾具我就 嗯... 好 那再過來比較可愛的是我們雪人 這邊雪人試玩的結果是還不錯啦 呃...它的姿勢啊 它的造型啊 擺放起來還算滿容易的 欸...現在蓋子勾注意 哇...很尷尬耶 這個雪人真的有點可愛啊 讓它除了可以擺動它的姿勢之外呢 還可以將它旋轉啊 還可以快樂的旋轉 要它倒立啊 旋轉跳躍 我比這眼 好不好 都是OK的啊 非常非常之可愛 非常非常之可愛啊 甚至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啊 來轉換它的樣子啊 所以這個東西算是一個 還蠻可愛的雪人喔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抽 但是這東西呢 一定一定不會太好抽 不是第一天完了啦 那它還可以自由的調整高低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家具啦 哪有預算的話可以來抽看看喔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該版介紹 感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掰掰 拜拜